嗨大家好我是林凯阳 来我们来谈一谈 震撼日本7.2级强震气象局发布海啸警报 海洋老师的预言 再度再度印证 好我在讲这个地震 真的我都很害怕 我都不希望它发生 我们看看就是 日本气象天发布了海啸警报的时候 是大船渡市政府已经在市内96处开避难所 哇69处开避难 不要忘记了10年前的311大地震 这个还辅导让日本满目疮痍 那这次地震发生在这个 震源位在宫城县的外海 深度约60公里最大震度是5级 那出现震度呢5强的地区包括宫城县的北部 然后南部及中部 那等于宫城县几乎都快南瓜进去了 那比较弱的地方是沿守县的沿海南部啦 内陆南部以及福岛县的部分 又在福岛附近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本啊 每一次的地震呢都会好像跟福岛有点关联 那这个福岛到底是怎么样 他取名这个好听的名字耶福岛耶福气的福耶 为什么就是让整个呢 整个村庄都毁灭了呢 好那个包括青森县喔 岩守县 秋天县 山形县 福岛县 以及呢 赤城县 还有群马县 包括新泄县 哇 很多地区耶 总共几个地方 12345678个 八个县都有感受到喔 然后呢 他们的震度是四级 四级很大耶 大家知道吗 我们921大地震的时候台北发生4.5级 我整个晚上没办法睡觉 跑到那个学校喔 的空旷地区去 因为不知道房子会不会塌下来 旁边最好都没有房子 所以我带着家人呢 就到 就到那个 旁边刚好意思 我小学 在小学喔 的操场上度过一夜 真的很恐怖耶 一旦发生地震的时候 所以呢 如果真的有地震的时候 请大家先逃命 比较重要喔 不过不要忘记 包包要带着 钱要带着 健保卡 身份证要带着喔 然后呢 如果你家里有印象存折 最好也带着 不要忘记了 不过呢 这些东西应该本来就应该放在一起啦 我们通常 女人都会有个大包包嘛 包包里面 有些东西 但是呢 存折应该是不会放 所以你要放在一个比较固定的位置 那另外万一呢 地震很大的时候呢 要怎么逃命呢 地震包 大家都在教地震包 网路上搜寻一大堆的地震包 手电筒啊 毛巾啊 水啊 这些都必备的 还有如果住高楼的话 他们还有一些钢锁 就是可以攀爬下来的钢锁 那住二楼三楼比较容易下来 但是不能用跳楼的方式啊 很多人火烧房子对就跳楼 那地震呢 哎呦我的妈呀 怎么 那地震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事情是怎么样 那个地震大地震的时候呢 那个电梯是不能坐的 电梯会晃动不止 那绝对不能坐 所以要特别注意喔 不要以为地震喔 哇我去赶快下电梯 还有很多人地震那个大门没有开对不对 然后真的要逃生很困难 所以当然如果你最好做 找到那个很大的柱子的墙角边 那个刚好在那个弯角的三角边 我们人在这个地方 他如果踏下来的话 这大的柱子呢 他支撑力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呢 如果是豆腐渣工程的房子 像很多地区有豆腐渣工程 当然不讲台湾啦 我们邻近国家就有很多 豆腐渣工程 那个房子喔 新盖的房子手一搓就破掉了 那个所有的缝都走 都可以用手去搬一搬 就全部都 那真的是太离谱喔 现在的房子居然盖成那个样子 以前呢 我们最怕就是海沙屋 有台湾有海沙屋 所以呢 我们要谈谈这个 像海沙屋啦 豆腐渣工程啦 在大地震的时候 怎么经得起这样的震度呢 根本经不起了 所以呢我们海洋老师呢 在去年年前 我在预言大地震的时候 我有讲过很多很多的大地震 都很令人惊恐 很令人恐慌 然后呢 你看喔 那个海地九级大地震 日本九级福岛大地震 印尼的海啸 印尼也常常大地震喔 那沿海地区也经常都是喔 有发生海啸警报 那印尼那次很严重 不过呢 这次呢 是日本呢 最近也常常在地震 台湾在过年前后的那段时间 也都在地震喔 四级 五级 六级都有喔 我们那一阵子也都常常在地震喔 那我们这个 呃 台湾啊 日本啊 呃 菲律宾啊 都 都在 环太平洋的那个地震 那所以呢 我们来讲一讲 这个农历的二月啦 一直要讲这个农历二月 二月呢 我之前就有预言啊 农历二月不是一个好的月份喔 呃 在上上礼拜吧 在两个多礼拜前 三个礼拜前喔 大概喔 过年后的刚开始 我就有讲 这个春节以后的 四十八九天的大预言里面 我有讲到大地震的发生 尤其说农历二月最不好 所以我的预言又兑现 那真的也很令人讨厌喔 好 那我们来再讲讲呢 这个地震呢 如果这么恐怖的话呢 它那天地震喔 日本地震的时候 七年二级的强烈有感地震喔 战事辅导是九级 上修到九级的地震 那 让很多人喔 站立都没有办法站 强烈的摇晃大概三十秒 两百个家庭暂时停电 气象厅对工程县沿海地区发布呢 海啸注意警报 那日本放送协会呢 NHK的报导呢 地震造成工程县呢 气仙早逝左右摇晃时间大概持续三十秒 那强烈摇晃几乎让人无法站立 那我想呢 到了五级左右真的没有办法站的喔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这些强症的时候呢 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喔 第一个呢家里的冰箱一定要准备水 但是呢我们的九二一大地震啦 大家记得很清楚嘛 死亡很多人总共两千多人 两千多人真是人间炼狱啊 那么也可以知道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是不是大家都要在地震的当下呢 第一个呢如果你的房子很老旧 要赶快先逃出去 那新大楼如果住高楼 也要赶快往下爬出去 好不好 因为越高越难救喔 尤其高到十四五楼以上 那个云梯有时候救不到喔 因为地震通常有时候呢 会发生火灾 所以呢我们是不是要很小心呢 这些事情我们真的真的要 非常非常的注意喔 到了十四五楼以后呢 云梯不到嘛 所以呢你要逃生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住高楼呢view很漂亮没有错 但是呢像我呢没有胆子喔 我都住在十三楼以下 就是view最漂亮我也不敢住二十楼 我都觉得台湾是地震带喔 我很恐怖要逃生很困难 你刚才停电的时候 你爬十三楼爬到累死了 爬十五楼怎么爬 爬二十楼怎么爬 你光爬十楼你就累坏了好不好 真的那你就不要回家了吗 对如果停电停它一天两天 不要忘记了喔 我们还有不预警的停电 台湾曾经有发生不预警的停电 那那些企业都气到跳脚了 不是吗 那如果发生台风啊 地震啊停电是正常的事情 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了 那结果呢 他们看到是说没有什么灾情啦 那工程县的十楼市中心有一栋民宅的三楼 出现了大概数数秒强烈的摇晃之后呢 造成房间内的书架上面的书本全部掉落 所以你看喔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放的比较高的位置 然后呢又没有 然后又没有那个窗门可以挡的话 就是说我们柜子没有门可以挡的话 那个没有没有抽屉啦没有门 就是不是那种密闭式的这种柜子的话 通常一般在地震的时候呢都要特别注意 你看喔那个大卖场的卖 卖场的东西全部掉落一地 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这样化妆的时候呢 那卖场的东西本来就不容易保存到很平安的 所以呢像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喔 每一次地震的时候呢很多卖场就是碎了一地的东西 酒啊酱油啊瓶瓶罐罐啊 那卫生纸掉下来没关系了 你看那个瓶瓶罐罐掉下来会砸伤人 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 还有很多人在发生地震的时候呢 争先恐后的往马门就拔腿就跑 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喔 你知道吗像在电影院里面是摸黑啊 那更可怕逃生门在哪里不知道 摸黑人采人喔以前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你要往外跑的时候 刚好是停电的时间点呢 请你最好不要乱跑 找一个比较安全的那个墙角躲起来比较好 为什么 你已经停电了你在跑的话是不是就要 准备要被人家踩死呢 尤其是那种年纪大的 小朋友很小的 那根本踩不过年轻人啊 对不对 二三四岁三四十岁正直壮年的时候呢 你怎么踩得过他呢跑得过他呢 那很多人为了夺门而出喔 根本喔就是喔 前面被踩后面再加上来踩 哇很可怕耶 所以请大家呢要小心如果你在大卖场啦 或者呢你看电影甚至呢有很多的公众场所 以前还有很多Pub都开在什么楼上喔 所以请大家特别小心喔 另外的话呢这次的地震呢 就是在农历的二月嘛你看农历二月不是好的月喔 我一直在强调今年喔并不会比去年更好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是不是大家都要非常小心呢 就是说我们呢要逃离这个房子里面的时候呢 要先衡量自己有没有体力有没有能力 没有的话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喔 那当然啦喔 呃我想呢只要是 呃不能躲在桌子底下啦喔 如果桌子不是 不是无敌铁金刚啊 如果他垮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压着桌子也垮了 那墙角喔有柱子的墙角是最好的 还有冰箱旁边因为冰箱他很大嘛 他可能承受的重力会比较大一点 而且你知道房子倒的时候呢是这样子倾斜的话呢 冰箱至少他旁边还可以喔 呃有水喝啊对不对 所以呢请大家呢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喔 如果在发生大震的时候呢 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些事情 呃我想呢最重要的逃生的药灵 很重要啦喔 每一个发生大灾难的时候逃生药灵很重要 所以呢如果你的逃生药灵喔都没有的话 一点概念都没有的话 你可能就造成一个性命的危害 而不是在地震当下死亡喔 那也可能你没有注意很多细节 而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呢 让我们自己喔不知所措 所以呢如果家里有那种很小的小孩 或者年纪很大的握病在床的家人 那就要特别注意喔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应该不要带着小孩就先往下跑 那老年人根本走不动呢 你把他带着往下跑也走不动啦 所以呢应该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先躲起来 这样比较好一点 那这是给大家喔特别喔 这一集里面呢给大家喔做一点讲解 希望里面都很清楚喔 那一个日本大地震呢喔 包括呢全球的大地震呢 其实呢大家都很害怕 台湾现在也很害怕大地震 之前呢我们有摇那个五级多的 四级多的六级多的地震呢 气象局也出来呼吁喔 说不排除有八级以上的大地震 因为我们台湾已经很久很久喔 没有发生很大的地震了 那当然在前几年花年的那个大地震 我也曾经预言过喔 花莲倒了几栋大楼那个大地震 包括饭店啊 包括民宅啊 那个大地震我是曾经 在他发生大地震之前的一两个月前 我就预言了喔 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喔 那另外的话呢 呃我想呢最主要是 你如果坐在高铁上面 或车上面 或者呢开车在高速公路上 那么剧烈的摇晃呢 通常车子都会停死 尤其是高速铁路 高速公路是最可怕的 因为高速公路 如果忽然间踩煞车的话 后面就会坠上来 或者呢他 这个马路在剧烈摇晃的时候呢 我想呢 小车一定要先避开大车 或许大车他就一直往前开 你小车想停下来他就往前开 所以你要先避开大车 最重要的 如果呢你不敢停在旁边的话呢 就是没有办法从快车道切到 这个最旁边的车道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暂时休息的地方 那么请你呢 不要把速度放太慢 以免后面追撞上来 很多人在惊恐的时候呢 就忽然间把车子的煞车系统一踩 那这个煞车系统一踩 后面根本来不及防备你要踩煞车 就撞上来 安全车距不够的时候就会发生这些事情 另外的话呢很多人 就是家里的那个刚好在煮煮 对不对 发生火灾有原因 刚好家里那个锅炉上在煮东西 然后在炒菜啦煮汤啊 你瓦斯都不关吗 瓦斯要先关 第一个发生地震的时候瓦斯要先关 先去看如果你厨房煮东西 瓦斯先关掉 否则很麻烦的 万一发生火灾就惨了 这是双重的灾难 好接下来呢我想呢这些事情呢 我一般人都大概有一些概念啦 那但是如果你没有概念的话 请你要特别小心 提示你一定要特别特别加强注意 那东京电力公司那时候表示呢 正在确认福岛第一核电厂 及第二核电厂 是否有因为这起地生又发生异常 又跟福岛有关系了 好所以呢这个 于工程县的女川核电厂 因为有一直停止运转 所以呢东北电力公司 均确认后是没有异常的 好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日本有非常多的核电厂 我常讲啊 你做这么多的核电厂要干嘛呀 真的 核电厂太多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这个辐射外泄啦 核食的食物啦 因为呢核电厂出现的状况以后呢 你看啊福岛的核电厂之前就整个的报废掉了 然后呢他福岛的核电厂里面的核 核电呢整个的外泄了 然后呢还变成了污染 那很多食物根本不能吃 包括海上的鱼都一样 好所以呢也请大家呢 在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呢 真的要好好先做好 之前就要做好功课 不要发生地震再来做功课已经来不及了 已经来不及了 好 那我要谈谈呢 2021年的上半年 2021年的上半年呢 到底呢 还有哪几个月份要特别值得大家注意的 农历的二月还没结束 冰岛最近你们知道吧 一个月震了五六万次 每天都在做摇篮一样 冰岛我做了一集你们上去看一下 那冰岛一个月震了五六万次 好恐怖啊 虽然他的震度不是像强到七级八级九级 但是他最大的震度已经到五点八级 所以呢也请大家多关注冰岛 可能会有发生什么样 他当然现在最怕的就是 冰岛有很多的火火山 那火火山万一在爆发的时候呢 是不是也要非常小心呢 其实有很多国家有很多的火火山 我们阳明山也有个火火山 阳明山最近的地热呢 据气象局的报告说 因为地热气越来 好像呢喷发的能量越强 就是阳明山 那我们阳明山如果一旦喷发的话呢 是不是会影响了整个阳明山附近的区域的百姓呢 可能也会啊 包括北陀啊阳明山啊天母啊 那个区域都在那个范围里面石排啊 是不是都在阳明山的范围之内啊 所以呢沿着下来就是什么 自灵 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个情况的话呢 是不是请住在这一区的朋友们呢 也要特别加以兼神 先把你的功课做好 把外疫发生灾难的时候 那台北市呢以前是个湖 叫台北湖 那台北人也要特别加强戒备了 要特别加强这边 记得那个白河大地震 白河大地震还有嘉义大地震的时候呢 都死了很多人 台湾的白河大地震 还有那个车隆浦断层 包括嘉义那个大地震的时候呢 死了非常多的人 那边有个车隆浦断层 其实台湾的这个地理位置上面呢 有很多的这个断层 台北市的断层在哪里呢 大家可能还不太知道 在信义区 在信义区 还有呢在 从大直那边穿越过去 还有一个断层 另外的话呢 就是在关渡那边 一直在士林到关渡那边 有个断层 到金山 那个断层从 应该是从北头关渡 一直到金山 万里金山 大家知道吗 那边风光很明媚啊 大家假日的时候都喜欢去旅游 那边有个断层很长喔 所以呢你们可以Google一下喔 到底有哪些断层是在台湾的断层上面呢 如果你们的居住地点在那个地方的话呢 请大家戒备一下囉 好我先讲讲呢在这上半年当中呢 农历的二月是冰岛日本 那当然啦像那个基督城 在之前也都有 过年前也一直都在地震 那三月份的话 任成月 任成月的话呢 是五曲化季月 那任成月呢 稍微好一点 那四月份农历四月是葵四月 台湾的北方要小心 还有北方国家 包括中国的北方也一样 还有一个地区呢 葵四的话呢 葵家与丙丁入籍更新任葵 东南方 还有四月的时候 东南方要特别注意 东南方 好那五月 角五月会好一点 一月角五月是今年属马的位置是比较好的 但是农历六月以未月 就是二四六月都不太好 农历的二月四月六月都不好 六月的话呢 台湾要小心 还有东方国家 大陆也要小心 东方国家就是东亚地区啦 对不对 包括哪里呢 包括印尼 包括我们的这个亚洲区 包括日本 都要特别注意了 好所以呢 我们的农历二十六月呢 提示大家一下 希望大家做好防证准备 好不要忘记了 如果发生了 请先做好功课 不要到时候惊慌失措 好如果公司工厂很多人的话呢 我相信呢 那个大门要先敞开 你知道现在都电动门 有时候电动门根本打不开的 对不对 因为停电嘛 怎么逃生呢 这个要先想好 对策 那如果你是电动门 真的要非常小心 好那如果你的家里 家里的有很小的小孩 跟很年纪很大的 卧病在床的老年人 也要特别注意 再者的话呢 煮饭的时候呢 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要先关炉火 还有呢 如果是夏天 冷气要先关掉 对不对 电风扇能器啊 最好都先关 好如果是晚间的话 夜间的话 请大家准备手电筒 一定要公司或家里 一定要准备手电筒 通常都会在家里的 半夜 那除非是在7-7上班 或是那种夜间工作的地方 那其实一样要准备手电筒 还有呢 准备毛巾跟水 所以我们冰箱里面呢 要储水 好不好 就是要一瓶一瓶的 你们就是家里的那个煮好的水呢 可以把它装在冰箱里面 万一没水的话也很惨 没电没水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想呢提示大家呢 做好防震准备 我都希望不要发生了 谢谢大家 然后呢 也要提示你们呢 按赞分享给你所有的亲朋好友 那帮我在YouTube的右下角按赞分享 以外呢 帮我在我的YouTube的 按订阅小铃铛加接收全部通知 海外的朋友呢 可以加到我的微信 在我的正前方 skjny888 有任何的疑难杂症问题都可以问 好非常感谢大家 所有的资讯都在我的视频的正前方 你们可以自己主动加入哦 有需要的话 祝福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 希望呢 我们这个世界呢 不会要再有灾难发生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